然後范里小超是我的UI設計師 是我UI設計師提供的 我們這次找了UI設計師本身也是做前端 所以他習慣先用前端先出100 我說這樣可以嗎老師 然後我就說這樣沒問題 你就開始做是UI吧 所以這個是UI設計師出的 然後他其實很熟不如說不4 所以他5也很快就知道流程跟原理 所以這個版型也是用步步吹譜5做的 OK 好啊時間差不多了 好了歡迎大家來參加這次的 步步吹譜第三堂 我們來問一下各位同學 你是全職在學習的 你是轉職還是你是學生 還是你有那個 你有小孩 那或者是你有 你有男女朋友 還是你是 好 單身狗 好 來 大家來投票一下 歡迎你們來 我們六小學院其實有很多的那個什麼 你有這個就算了吧 不用了吧 好那這次討論的一樣 請透過那個BOOTHTRAP實戰營 本堂討論大廳 然後來去做互動 OK 好 歡迎你們 那這次老師要講什麼呢 老師這次的話要去 講設計稿該怎麼做 我們那個學習啊 就是有很多學生問我說老師 我該不該學後端啊 老師我要不要學前端啊 老師我要不要學JavaScript啊 可是我就覺得任何東西就是結果導向 就是 你開設計稿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在 依照設計稿去學你該學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呢 老師要教各位同學 該如何去做這網站上的一些效果 還有這些效果要怎樣脫步TRAP5來實現 那這樣的話各位同學在學的時候會比較有感 就覺得啊 老師我想去做這個募資網站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講吧 就是我們要做這個募資網站啊 它裡面哪些效果是 該弄出來該做出來的 OK 那我想好奇問問就是 你從來沒用過BOOTRAP 那是跟老師一起學的 或是有用過BOOTRAP4 然後已經有上限過BOOTRAP5 你是1還是2還是3 那我跟同學講喔 你今天聽完這個課啊 你今天要再去用BOOTRAP4啊 你也大概知道要怎麼套 對 好 那個宛如 宛如就是 發言的時候請記得用全力加邊按觀眾 大家才可以看到你的訊息 好 然後 加1加加3請透過這個螢幕集來發問 因為有時候太喜頻道啊 那有時候大家看不太清楚 OK 好 那歡迎你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堂老實講義 第一個我們要講這設計稿啊 我們這次 其實是旺加第三堂的主線任務了 那個第三堂的主線任務 我的估讀表大概也沒加上 那等一下我會加上 那第三堂主線任務就是我們最後一堂了 就是 最終的關卡 那最終關卡是怎麼樣呢 就是你要去做出 最終的設計稿出來 你就盡量做 你就盡量做 然後等一下第三關 我會在這邊再形成第三 最終主線任務 那你們就要開始做最終主線的作業吧 因為就到這個啦 你們應該從現在開始就要用兩三週的時間 把這個頁面做出來 好 所以第三週等一下我會把它加上 好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先上課好了 嘿 來 我們就來上課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在設計稿裡面呢 有使用到一個互動視窗 MDL的效果 我想問一下各位同學 就是 你完全不會這一次 哦 我想這東西蠻重要的 請大家都回答我一下 灰一點 然後就是 有做完 那個我們的課程的最終作業 或是你上過我們直播班 你就你自己是完全 不懂什麼叫98Screen 你就是跟老師學CSS 那或者是 哦三充的那麼快啊 啊厲害了 你然後第二個灰一點點 灰一點點的話呢 就加2 好 好 那我之前跟同學講 就是如果你選加1的同學啊 就是 不用擔心 因為老師這也要教你方法是 如何 讓你不會任何98Screen 你也可以使用BooTriple的一些互動效果 那這互動效果 老師又套一次給你們看 那 你不需要跟老師一起做 你可以回去看錄影 因為老師的步驟會放很慢 你跟老師的步驟 你到最後看錄影 跟老師做 你一定可以做出來 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該怎麼樣去做互動效果 互動視窗 那這互動視窗是做在哪裡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在這設計稿上面呢 裡面其中有效果就是 按右上角這一個 登錄跟註冊 當你按這兩顆 當你按登錄的時候啊 它會彈掉一個視窗出來 欸 它會彈掉一個視窗出來 那這個彈掉一個視窗出來呢 它是怎麼跳跳呢 它這樣子就是按一下這個登錄 它會跳一顆這個視窗出來 那你就需要在這視窗 弄出這個效果 可是有些學生就提到說 老時候不會Java squee啊 幹怎麼辦 那我跟各位同學講喔 跟各位同學講一個有趣的事情喔 其實Bullstrap的作者啊 他自己也不會寫Java squee Bullstrap的開發者 他自己也不會寫 所以他的Java squee啊 是別人幫他寫的 欸我說真的喔 就是Bullstrap他不會寫 然後他的東西是 別人寫協助他 因為他Bullstrap有很多的協助者 所以 欸他就專心寫CSS 那這些效果呢 就是請其他人的開發者一起幫忙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這個事情 OK 好 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欸就是 到底該怎麼用 所以他其實套 套他的效果很簡單 因為他也是關係到 就是有些完全不會Java squee啊怎麼辦 沒關係 他套起來其實就很簡單 OK 來我們來看一下囉 那在這裡的話 Bullstrap我有個MOD MOD 快要我拼做了 算了你們知道就好 不行不行 這是我的至尊問題 我現在要把它改掉 呵呵呵 好 這是MODL的教學文件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他其實就有很多 很多豐富的一些教學 按一下就出現 可是有些東西太多 然後你也不知道該怎麼弄 啊我就做一次給你看 那首先呢 啊我就不先講第一堂 要怎麼用載入環境 你如果不曉得怎麼載入環境 請你去看第一堂的課 錄影又放上去了 啊錄影在哪裡 在這裡 有個直播課程錄影 錄影都有 啊第一堂有講怎麼用環境 那我就不教大家怎麼用環境 我這邊就直接來寫call 那在這裡寫call的話呢 我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環境建起來 就是上面有CSS 有CSS Bullstrap的CSS 然後下面呢是JavaScript的部分 OK 好 那到這裡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繼續囉 我們就儲存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環境有沒有出來 按右鍵檢查 有了 好我先拉左右邊 老師比較習慣 併計器在左邊 好那我們的call呢 就寫在這裡頭了 那要怎麼樣確定我們的資料有不出來 我就下個A標籤 然後寫一個什麼呢 class 那Vtm V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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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y 靠腰啊 GG啊 這是Live魔咒 你懂的 好 連結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吧 看一下東西有沒有出來 我說一些視窗喔 看一下調整一些比較好移動的方式 先這樣好了 好有了 按鈕出來了 好 那按鈕出來以後 這代表 Boochip都載入成功了嘛 那我們就下去往下 那這裡Boochip的話裡面就有提到 啊該怎麼使用啦 該怎麼用 那我們就隨便來找一個 像是有一個完整範例 聽起來好像就很ok的感覺 我們怎麼樣就copy起來 不管怎麼樣就先copy起來 然後就貼上 OK 好貼上完等一下再講一下 他到底做什麼事情 啊不管怎樣 我們就一樣 看一下效果有沒有出來 好 效果出來了 來大家鼓掌 所以這裡就是 也一樣就是 有時候你這一次啊 沒有寫成功或幹嘛 這一次會遇到這種 奇奇怪的事情 那這句話請各位同學 就依照的範例呢 中文範例就是 到這完整範例 按一下copy 把這個東西呢 貼到Body裡面 就可以了 可是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就來看一下該怎麼樣 該怎麼樣那個什麼 就是客製化成自己的版本 那我們把一些奇奇怪的東西先移除 像是按鈕啦 H1都移除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結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總不可能像個魔術一樣 隨便寫就出來嘛 對不對 好 老師現在要跟你講一下 他的規則是什麼 他規則是這樣子 各位同學你看一下 他有東西是有個叫做 data-bs-toggle-modl 他這句話呢 其實就有點像是說 欸請問一下 這是你的bootip啊 你想用什麼效果 因為bootip有很多效果 那你就要告訴他 你想要套用什麼效果 ok 然後第二個 那他會問你說 好啊 你今天想要用這個 彈跳視窗這個效果 互動視窗這個效果 可是你希望開啟哪個區塊 你要告訴我 所以這邊寫個target target就代表說 我想要把這效果打開 那打開的話 就叫做緊知道example 知道緊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緊知道意思是 我們在寫class CSS的時候 我們不是會用類別選擇器嗎 欸ID正確答案 所以我們今天寫class 就是寫什麼header 對不對 那你除了寫class以外 還可以用ID選擇器 寫說A1或什麼的 所以這個就是他選擇ID選擇器 所以他這裡呢 他就會開啟哪裡 開啟這裡 他就會找出這個exampleMODL出來 所以在這裡呢 他就會把這東西給開起來 ok 所以我們有些時候你在寫的時候 你也可以刻意犯錯 所謂的刻意犯錯意思是說 好老師我現在 我就是無聊 我現在把他改成exampleMODL2 好 好那我們就重新整理來看一下 按一下 哇 東西沒有出來 怎麼會這樣子 啊有時候東西沒有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怎麼樣 就是稍微的 打開那個什麼 有時候東西沒有出來 你按優件檢查 你看一下console console是代表JavaScript的面板 你雖然不懂JavaScript 可能出現紅色錯誤啊 你大概可以知道 可能東西沒有接好 他也可以幫你去除錯 所以在這裡的話 他其實就出錯了 就是 出現錯誤了 就是 代表東西沒有出來了 所以此時的話 你可以大概 從這邊去稍微 猜一下 大概可能是什麼意思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那這話就是on-define on-define就代表說 可能找不到的意思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把它 拿回來 欸 拿回來 欸 就有了 ok 好 那這就是modl的套法 那有學員問到說 老師可是我現在 假設來講你今天有這個設計稿 在設計稿上面 你有登錄 雖然我們這個設計稿沒有註冊 可是 你會不會出現兩個彈掉視窗啊 一個網站會不會有兩個彈掉視窗 其實是會有的 那有兩個彈掉視窗 該怎麼辦 欸 該怎麼辦 那這一話我們就做給大家看 這個話是第一個視窗 然後裡面的話 我們就也會去寫說 裡面的話是第一個視窗 好 那寫完的話 我們就折疊一下 再看一次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做第二個視窗 給各位同學看 那第二個視窗呢就是這樣 複製第一顆按 第二顆按鈕 然後呢 在這裡的話呢 你就寫是第二個視窗 好 寫第二個視窗 那就兩顆了 好 然後這裡的話呢 你這邊的ID 你這邊的target 你就寫這是第二個ID 叫 esample modl2 OK 那你這邊的話呢 就再增加第二個視窗 對應的視窗出來 它預設其實是隱藏起來的 所以你大概看不到 它等到你觸發 它才會開啟 所以這邊的ID呢 我就需要寫成2 寫成2 那叫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是說 你今天這一個按鈕呢 它是綁定這裡的資料 然後第二顆按鈕呢 esample2啊 它預設是隱藏 那等到你今天開啟它 它才會開啟 OK 這樣我們就來試試看 來 促進 那我按下第二個視窗 欸 好 有東西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呵呵 我就看到第二個視窗 啥了一下 沒有啦 因為我忘了改字 呵呵呵 好 好 所以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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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想要我想一下 在這一題上面的話 在以老師自己的習慣來講的話 我可能會寫成JAS MODL1 就是用JAS的前綴詞 他不是樣式 他是拿去綁定class用的 有時候會用這種方式就是他不是寫些是樣式的 他會觸發JAS效果而寫的選擇器 在有些時候會這樣寫 但有些開發者會想要class就是單純是樣式 他想要用ID去做一些後端或者是JAS的綁定 有時候會用ID 那這邊純粹是開發者自己的習慣 沒有一定的答案 OK 理解嗎 那 再來的話 如果用JAS操控MODL出現即關閉 這個的話 如果你不會JAS 你就乖乖的聽我今天講的課 那如果你會JAS 你既然都已經會JAS了 他下面就已經有 純粹的JAS教學 那我會建議CAROL 你就看到JAS教學 自己手寫CS就好了 他其實已經有寫好一個module 你就用那個module去做就可以 OK 好嗎 好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就是 我在這邊已經講到其中一個效果了就是 你今天如果要打開他 他就會彈掉視窗出來 然後他其實還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那這個調整意思是說你看這按第一個視窗對不對 哎 我今天按XX呢他就關閉 他為什麼按XX關閉 然後按下SafeChange 居然沒反應 可是按Close啊 卻有反應 那這兩個 刪除跟Close呢 他到底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這個彈掉視窗做什麼事情 那點擊進去呢 他在裡頭的話 就有許多的區塊 首先裡面的話 啊 你看這裡面的話有什麼 通常一個彈掉視窗他有什麼 他會有header body 跟footer 所以他這邊的話也會有header body 跟footer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右邊這個刪除按鈕 那這刪除按鈕呢他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把那個按鈕呢刪除的話 他是叫做data-vsdismiss 然後modl OK 然後下面的話一樣 你看他為什麼按這一顆按鈕呢 他會關閉 因為 你只要加這行 他就會關閉 所以在這裡 你其實也可以客製化你自己要的刪除按鈕 那你今天希望讓這個關閉起來呢 你只要在那HTEMO標籤的tag 加上data-vs-dismiss 然後等於等於 等於modl他就會關閉 這是他的特性 就讓他特性 就讓你們知道一下 OK 好理解嗎 好那我們就 來看一下 就是 這邊的話到這邊的話 還可以理解的 請幫我按一下 那個 在那個slack上面的這一個 按一下emoji按一下加1 好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的BlueTrips實在影的slack 裡面有個本堂討論大廳 那我們是透過回覆裡面去回覆 還有同學問到說老師為什麼不要用那個論上刷 因為有時候刷喔 就是大家手機跟電腦承受不住 所以是改用slack刷 然後再一點就是有提到 modl想到seo搜尋排列嗎 通常來講modl的東西的話 他通常放的東西 通常來講 跟seo來講的話 比較還好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他其實本身的話 他還是有在頁面 一步測補來講 他還是有在這頁面上的 當然如果是頁面上的話 他的資料還是存在 然後當這要存在的時候 Google裡面還是會收到裡面的文字 OK 好 然後再來 那個modl的代表 你說這一塊嗎 好 這一塊是不是 OK 那 再來的話是content 那class通常來講呢 你可能就要看一下文件就是 有哪些區塊 可以移除 然後有哪些區塊可以隱藏 那基本上 文件裡面都可以有提到 就是你可以怎樣去做客製化 這樣我們再多來看幾個好了 像舉例例來講的話呢 他就提到一個靜態背景 所以今天背景就是 他不希望點旁邊的那個什麼 點旁邊的空白 可以消失 所以今天我如果到這個我現在寫的 我按旁邊空白他是會不見的 可是我不希望他在按這個空白不會不見 那其實該怎麼辦 他就寫這樣子 可是他也沒有提到 我 該做什麼事情 才可以怎麼樣 我裡面到底該做什麼事情 他才會放過我 就是 可以讓我達到那個效果 那其實該怎麼辦 你也只能自己去拆 大概可能是哪個class 有這個效果 那我現在這樣看呢 看起來應該是 這兩個 看起來應該是這兩個 不好意思 掉掉了 應該是這兩個 這兩個 應該這兩個是有效果 因為這邊的話就是寫說 看起來好像背光的固定起來的效果的感覺 所以在這的話我們就來試試看 就是把這個這一段呢 貼過來試試 那這個的話是他的最外層的MODL外層 所以我就試試看第一個視窗 第一個視窗 然後在裡面的話 就加上兩個屬性 第一個屬性的話是 VACK DROP STATIC 那你問我說老師你為什麼知道在這一行 我跟你講一下我也不知道呢 那我就猜猜看嘛 那不猜 那錯了就 就沒辦法就GG的再測囉 來主持我們來看一下 按一下第一個視窗 然後按旁邊 代表說這效果就好了 所以有些時候呢 就是你也要自己去 稍微通靈一下 就是你到底該怎麼弄 OK 好 那這邊的話 有些更有趣的標籤 這標籤是什麼呢 這標籤叫做 A-R-I-A A-R-I-A的標籤 然後 我看一下 對這邊有些A-R-I-A的標籤 那這A-R-I-A的標籤呢 是什麼意思呢 好這邊也有 那我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看到A-R-I-A的標籤 那通常來說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 給 視障人士看的 就給盲人看的 那盲人的話 他只是用播報軟體 所謂播報軟體是 他看網頁的話 是會有一個聲音一直跟他講 目前的網頁有什麼東西 那 當然他如果今天寫說這是關閉 那他就說你這顆 這是一顆關閉按鈕 所以他今天就寫Close 就會關閉這個東西 這樣子 OK OK 好 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會用使用Close把它關閉起來 好 好所以這一話呢就是這樣就是 你這東西可以不寫嗎 也可以不寫 如果你不是你沒有做無障礙網站的話你可以不寫 OK你也可以把它忽略掉所以裡面A-R-I你都可以忽略掉 但是如果你需要去做四障網 就是做那個無障礙網站的話你可能就需要加 OK 所以在這一話呢 這邊有提到A-R-I的系列都跟無障礙網站有關係 那如果你對這東西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可以看一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話是一個 這位太八舍寫的 然後寫的很不錯 所以你們可以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看一下 他其實真的無障礙網站寫很多的細節 然後Tabindex就是寫到 為什麼Bluetrap裡面 會寫到這個Tabindex-1 其實這東西都跟無障礙是有關係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做網站圖方便 你是可以先不加 但我建議身為工程師你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是什麼意思 OK 所以今天你們要去 套效果 通常來講都跟這個Data-BS 有 通常拉到寫Data-BS 基本上今天你都不要省略掉 因為他其實基本上就是 關鍵中的關鍵 好 對在美國上限網站沒做無障礙網站的話會被罰錢 其實會被罰錢是小事 他甚至會被告 就是 你是不是歧視我啊 你這個網站是不是歧視我 所以你才不做無障礙 所以民眾可以去告那個網站說 你就是在歧視 所以在這邊的話在台灣的話是還好 是只有 政府網站需要限制 但是民間網站是不需要加無障礙網站的細節的 哎 那感謝利友去補充這個細節 就是 美國是強制基本上是要強制做 他可以告你 是民眾可以去告那個網站 就是說 我想買你東西 跟你的網站 你東西就是歧視我這個盲人 不讓我好好的做網站 好 那所有那麼多細節 哎 至少我們這個 哎這個東西做出來了吧 裝燈的東西做出來了 好 還OK嗎 OK的話我們就進入到下一個啦 折疊 這個折疊也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東西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折疊是在做到哪裡呢 折疊是這個募資網站裡面有一個常見問答 這個常見問答呢 我來問各位同學喔 你覺得啊 你覺得啊 他是1 點整塊 才出現 還是2 點文字 會出現下拉 還是3 點最右邊的箭頭 才出現下拉文字 如果是你 你會用成1 還是2 還是3 我喝一口水 好 那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 我告訴你一個靈異事件喔 就是相間傳奇喔 這個相間傳奇就是啊 我遇過各種的PM啊 啊 就是123都有跟我說過 他說 你一定要做成3 因為客戶要3 那又有那個網站企劃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做2 因為2才合理 有 3 rente 也有那個什麼這是 есть有提到說 點Qeeam的出現 也有 就是說 你一定要做aza 才會出現 不然就不對 好 真的是人生很難啦 MOREL沒有關係啊 那如果是老師自己做 我應該會做1 他以一個是沒有錯 可是我要趕快和你講一下 我跟你講 市集絕對沒你講下那麼簡單 就是客戶想要什麼 你就要給他什麼 客戶想要大便 你就趕快給他大便 好 所以就是這麼慘的 沒辦法 好 那我們就來吧 我們就想辦法看怎麼把大便做出來 來這怎麼做咧 那BOOTRIPLE 5也可以做出這樣的效果出來 我也做一次給你們看 來 那這個話呢 就是在第三堂裡面的 折疊教學文件 在教學文件上的話 他其實就有提到 他是用那個什麼 點COLAPSE做出來的 所以大概這一段話就有提到 就是 該怎麼做的做法 預設 然後預設打開開啟 然後多個目標 怎麼弄出來 好來 那我們就 我感覺上這個就蠻合適的 感覺上就蠻合適的 那我們就COPY過來弄弄看吧 然後再翻例COPY過來 好 所以這句話就把這個翻例給刪除囉 那你要拿到這個翻例嗎 你自己做啦 反正那個沒任務的話 也會提 也會教你們再重新做一次 好 好來 我們就把它全部刪掉 那只留下我的QA FAQ 然後再把剛好COPY的東西貼上去 好 貼上去以後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儲存 好 來看東西有沒有出來 有 好 那有出來以後的話 我們就來吧 我們該怎麼做呢 他到底怎麼做到咧 總不能這樣就結束了 啊拍手啊 真是夠給意思啊 哈哈哈哈 嗯 OK 好 我現在幹嘛 我知道了 我要繼續講這個整體選單 好來 他做什麼效果咧 來各位同學看到了吧 這個data-bs-toggle 一模一樣 他只差剛剛前面一個是MODL 所以 那赫福你們也知道是在幹嘛了吧 赫福是代表說 他點它 效果就出來 哎 效果就出來 效果出來 效果出來 它是這個東西怎麼 就是下面的這一個 ID啊 哎 ID 所以你今天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呢 啊 把裡面的東西給替換掉 替換成你要的東西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ROLE對不對 跟ARIA 你們就知道了吧 他這東西就是跟 無障礙網站是有關聯的 他真正的精髓 JS的話是這個 還有HERV 以及他對應的資料 OK 就這樣而已 好 好 謝謝那個 雅瑄喔 就是幫我出門任務 讓我 輕鬆不少 可以專心的教課 好 那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再往下看了 就是 看一下這裡的做法 可是他這裡 呃 他都是連到同個地方去 他都是開啟同一個東西用 他們兩個都是同個 可是我現在想要做兩個 就是我開第一個會顯示第一個 開第二個會顯示第二個 我相信你們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這邊就改下這個範例 我這邊就改成是 第一個 這個 FAQ 那 再來的話是 第一個問題 好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解答 好 主存 那 按一下 那就出現 可是我現在想要做第二個問題 好 那第二個問題 那就是這個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下面去 那就是第二個解答 啊 這個是第二個 我的那個ID名聲 然後改 改成什麼 改成是 Example2 Example2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東西有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就重新整理來看一下 第一個問題 有了 然後第二個問題 也有 那這樣就沒問題了 可是我們看一下設計稿 他設計稿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他是上下上下的 那如果我跟他做一樣的話 該怎麼做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OK 其實流程簡單了 就是說 你今天在做的時候啊 我看一下喔 這邊 哦這是Button 他用Button的 樣子去做 可是他Target 我看一下喔 哦他這裡是 DataVsTarget 這邊可以順便講一下 因為他剛剛的範例一個是用連結 一個是用Button 一個是用Button 那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呃 因為他是A連結 所以他可以用Hoff去 帶那個Link 然後這裡如果 你今天都是一些DIV啊 對不對 或是你不是那種A連結啊 你可以用Data-Vs-Target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把 那個帶過來 把他帶過來 把他帶過來 OK 所以他可以這樣去做啦 他開始告訴你 你除了用Hoff這樣去帶以外 那你如果是DIV或其他標籤 你可以這樣寫 好 那既然都這樣寫 我們就試試看可不可以做吧 主寸 那 哦 剛剛提到就是要把第一個解答放上面 好主寸 來看一下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一個問題 有了 然後第二個問題也有 把第一個關掉 再來把第二個關掉 OK 所以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做出 你要的樣子出來了 哪有提到說這個誰選擇有做到 點第一個的時候關掉其他的嗎 那這一塊我們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有沒有去做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 啊 那 通常來講的話他其實也提到方法 可是方法齁就是 他好像還是得自己寫一些JavaScript 然後才可以達到一些客製化效果 當然這個東西呢 你如果了解一些多的 多了解一些JQ力 就用JQ力寫其實也算是蠻方便的 OK 但我現在目前看好像沒有看到 亞萱剛提到的做法 就是他可以同時關掉多個 好 好 所以在這裡的話你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玩玩看 對 對 玩玩看這樣子 好來 所以這裡的話呢 這題就是這樣子解答 你們可以這樣做做看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這題的話就是常見問答 Q1 Q2 你要怎樣顯示Q1的效果跟Q2的效果 相信你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摺疊選單 要怎麼做的請你加1 來喝口水 來喝口水 呃 可以啊 可以在第二 連到第一顆來關嗎 我覺得他應該是做的到 我覺得他應該是做的到 不過這一段的話 可能要多寫一些JavaScript 你可能要自己客製化 因為如果你要去做到更細節的話 你就要很詳細研讀那個什麼 就是他的JavaScript做法 然後去看一下該怎麼做到 因為他其實也有提到一些就是 我可以提供一些事件 讓你去做撰寫 那他也提供原生的JavaScript語法 然後去寫 那你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達到自己 預期寫要的效果 那他當然也是有提供一些 你如果不會寫JavaScript 那我會告訴你 你可以怎麼樣去做 就是你一開始想要先顯示嗎 還是說想要先怎麼樣 像譬如說 第一個解答 第一個解答他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一開始他全部都沒有的 可是在哲哲電力選項裡面有提到說 他可以用那個CLA PS1 點秀 會顯示內容 那我可能就想要試試看說 他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就是寫個點秀 然後第二個會打開 欸沒錯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會想要第一個 QA先讓他開起來 其他事先關閉的 那你就可以這樣做 可是這樣的話 他效果還是有 可是你一開始想要預設都開起來 你當然都可以多開起來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會建議同學們 就是你們可以看一下文件 欸然後去做出你要效果出來 那我之前把一些關鍵的東西呢 讓你們可以先了解 OK 有時候想要全部展開 也有啊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把所有的 所有那個解答 那個都加上個秀 因為他之前有提到秀就會顯示內容 OK 然後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隱藏內容 好 那再來我們再來講第三個吧 第三個是夜牽TAB 欸這個很有趣 很有趣 我這邊可以順便告訴大家同學 你們猜一下 就是TAB的一些做法會怎麼做 啊這夜牽是做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哦 他夜牽的做法是這樣子 來同學看一下 你看這裡啊 在那種募資網站 他不是都會有專案介紹 常見問答 目前進度留言嗎 對不對 那在這裡我好奇問同學們一個問題 你覺得這個東西呢 在真正的募資網站上呢 他是哪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啊這四頁的TAB啊 TAB的資訊啊 都會在同一頁上 啊這樣SEO才都吃得到 啊還是說你覺得這東西是 啊它其實會分成 四個頁面 不會在同一個頁面上 例如叫做什麼 index.html 它都 啊它可能 它可能就會有四頁 什麼A.html 啊寫證據一點哦 INTLDUC 然後什麼FAQ.html 你覺得這個題是 如果是你想的話 你覺得這個網站啊 或是真正募資網站 你覺得它比較會是1的 還是你覺得它是2的 好 那我跟各位同學講喔 就是這個答案啊 1跟2都有 那我跟各位同學講喔 如果是我做 我應該會做成2 我應該會做成2 我不會做成1 那我考這題是因為 它這東西會有很多種狀況 很多同學會覺得1會比較合適 那我跟各位同學講一下喔 因為 如果做成1對不對 如果做成1的話 它其實一開始資料庫在 撈資料會撈得很複雜 比如說 我今天撈這一頁 光是撈這一頁 就是撈一頁 我必須把所有留言啊 都撈出來 我必須把目前的進度呢 又全部撈出來 我又必須把問答 又全部撈出來 所以它資料庫裡面 同時會撈很多的資料表 那其實會導致 那個 如果一千 一萬個人來到這一頁啊 那這一頁會很嬉笑 就每一頁都有資料 就是它一頁要撈很久 才可以撈給你 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東西 撈資料給一個人啊 它需要4秒鐘的時間 可是如果今天一萬個人呢 當然要 你可能就是要伺服器 Loading就會更重 所以通常來講 可是我還是要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就是說 再以這裡來講的話 不管怎麼樣 如果以SEO來講 它還是會分4頁 來去依照去做顯示去做 也是會有 就是因為它因為SEO有關係 它還是會分一頁 AHL 就是用 B.HL C.HL去做 可是也有時候用JavaScript啊 它也有可能寫成就是 SPA 啊 這邊聽不太懂東西 沒關係 那就你之後學JavaScript 再回來看這一段 它可能會做成SPA 就是會有假lauter 然後去 點到這裡的話 再觸發這個edges 然後會跑Loading 然後Loading再顯示 常見問答 啊這也有 只有我點了留言 它可能就是抽那邊API 再顯示給你看 啊這也有 啊 那我們就來真的去看一下 一般的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什麼 就是其他的網站啊 他們大概是怎麼做的 就隨便來找幾個 好 像是這邊的話 有個FindingV 那這邊就會有蠻多的 募資網站 OK 那這募資網站就是 來 這有個長大內容對不對 來 常見問答 欸有沒有看到 他有換網址 他網址有換成斜線FAQ 進度 欸有換成是斜線POST 所以他是拆事頁 因為他的網址後面都有換掉 所以他是拆事頁在裡頭的 OK 所以這個話是拆了事頁的HTN 你可以當作是HTN 可是他不是HTN 他就是拆事頁去做 因為這樣資料量才不會太大 像這個留言 他可能就塞了很多留言出來 在裡頭去 好 好 那我們就 跟大家講會有這樣的關係 再來的話就是提到說 可以預設先撈幾筆 如果展開點擊才會繼續撈 這個也可以 這其實對效能來講 比較不會吃 所以Anita你講的東西 也是有機會做到的 如果以UX來講 會可能會增加使用者 離開音樂的風險 你這樣講也對 所以在有些時候來講的話呢 如果要做的更好 我們再回到這個網站去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們再去看其中的東西 如果要做更好 就是不要讓有換頁效果 就是你來到這一頁的時候 你其實點這裡啊 他可能是Edges撈的 可是他還是有給 那個Google網站去撈 那個什麼實體的UIL 所以就是兩邊都做了 就是一個還是用Java screen 讓你直接打開 不要重新整個感覺 可是他還是會做三頁的Page 讓SEO去用爬蟲去撈資料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你有點題目懂沒有關係 等到你學完Java screen 學到後面的Edges的話 其實你就大概可以理解 老在說什麼東西了 OK 那 再來 效能不好 可能使用者離開 對這也是有可能 那有提到這次BA 所以其中者以為自己在同一頁 這其實就剛剛我就提到 就是他可以做兩種做法 點擊到那位置在SEO重新撈資料 對 就是點擊到那位置 點留言 他在用SEO時重撈資料重新渲染 他就感覺上還是在這裡的上 OK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有趣的做法 就有很多有趣的做法 那會講到這個是因為 你們勢必來講 之後還是會跟後端合作 在跟後端合作的時候 你們要知道這些沒腳 不要認為東西都可以塞在同一頁上 那是不可能的啦 那是不太可能的 OK 好 所以這個作業呢 這個作業 你如果想要做成 事業的HTL 也可以 就是你是要把這事業啊 變成專案介紹 常見問答 目前進度跟留言 拆事業去做 可以嗎 他為什麼自己教師 要自己討論清楚 我一定按到什麼鬼東西了 不要消失啊 孩子 應該沒有了 好 就是你要想做這事業對不對 你要做事業HTL也可以 你就用事業把它拆開做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現在老師要教你們的是 做在同一頁的做法 教他做在同一頁的做法 可是我要跟你講一下 你之後要怎麼可以後端配合 你們就要自己討論清楚 他也是跟你講說 這東西可能會把你HTL撈出來 放在第二頁上 這也是有可能 也會要求你做在同一頁上 你就要思考該怎麼跟你後端配合 OK 好來 我們就來看看這頁該怎麼做吧 就是頁簽 那他有關鍵詞叫做TAB TAB的效果 我幫你把那個位置撈好了 你就直接到這裡複製吧 他直接到這個錨點上 來 把這邊的東西刪除囉 刪啦 送啦 好 來 Copy 好 Copy起來的話就 儲存 看一下結果 好 按一下 靠 他都點點點誰知道是什麼東西啊 小郎 好 不要這樣子嘛 來 改個Home Home 然後第二個是 個人介紹 然後第三個是 訊息 好 然後第四個是setting 好消了 來看一下吧 有了 這就是TAB的效果 一樣 我們來看他到底怎麼把這TAB的效果做出來的 iFrame iFrame也是啊 失在眼淚 可是有差還是蠻好用的 來同學看一下 他這效果啊 就是 首先第一個就是 哎 他的這個NAV啊 需要的 NAV他需要 然後再來第二個啊 賀福出現 有沒有看到 然後第三個呢 data-bs-toggle 這個也出現 所以你今天要用整TAB的效果 你要告訴他 要用TAB的效果 那ID會連到哪裡去 會連到home去 所以你有四個標TAB 五個TAB 你就記得 你就要寫四個出來 五個出來 那也要寫他對應的href href 就是他的那位置出來 所以在這裡的話 你就看到裡面的話 有對應的值 像是什麼呢 像是這個 href setting對不對 他的ID也要叫做settings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 就是要留意一下 要TAB content 拿出來去做 ok 所以在這裡的話 你就自己留意一下 那這裡的話 這一個呢 RLE啊 跟ARA 這都是無障的東西 可以刪除 所以在做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有時候你需要刪除些東西 那你可能就刪除掉 像譬如說你其實並沒有想要這個 一個虛線這個效果 這樣把這虛線拿掉 那你想把這虛線拿掉的話 你可能就稍微看他class 看他可以怎麼做 像是這裡的話 你就移掉這一個 第二class 他就不會有虛線效果 那指示的話 你就可以怎麼樣 你這裡的話 就可以上面刷是那個上面的東西 下面的這個 彈跳呈現的東西 你就可以放到你想要放的區塊 所以就如同我們的設計稿一樣 這設計稿呢 上面就會有這個專案介紹 好 那點了這個呢 下面就會出現對應的內容 所以你今天就需要把 這四塊的東西呢 的DIV跟class呢 都怎麼樣 都放到裡頭的對應的資料去 所以你就必須放在這裡頭 把裡頭資料呢 都放在這裡 這個區塊去 然後第二個留言啊 你覺得放到第二個區塊去 對 OK 所以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塞進到 你預期想要塞的地方去 這樣就可以做到 相同的效果出來 OK 所以他這兩塊是可以拆開的 對 把它拆開去做 好 那 流程就是這樣 你需要放什麼 我都跟你講 OK 當然你可以多少就是自己測試看看 就是哪些東西可以刪除 哪些東西不能刪除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來 像舉例來講 好 就Home頁 好 那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的預設資料就提到 使用資料屬性啊 是NAV NAV-TABS 那最上面其實都會有些介紹啦 就最上面 他其實就有提到說 從基礎的 dash.nav 到啟用跟禁用 還有一些class的切換 那基礎NV不包含任何的 active效果 就是單純樣式 然後是用這個 AIA 然後去做一些就是 要不要開啟或是幹嘛之類的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可以稍微的測試一下 就是效果怎麼樣 現在目前來講 Home跟Home是一樣的 我們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這裡的詞啊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 AIA selected是True 然後很多都是False 那我們就試試看 把其中一個True改成第二個 然後這個False呢 改成第一個 主存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這裡的效果呢 就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就是Home還是第一個上 那這邊也有跟各位同學講 就是說 看一下 因為這ARIA這個東西呢 怎麼樣 它這個效果 它這個效果呢 ARIA的效果 在有些情況下 它只是給無障礙 無障礙網站去看的 所以有時候你今天操控它呢 它也不會有其他效果出來 OK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喔 然後 再來的話它就有提到說 如果你要這樣的效果啊 該怎麼去做 然後這邊的話也有提到 這邊該怎麼去做 然後居然有提到說 加Active的class Active的class Active的class 好像也是一個做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這邊的NAV Link啊 它的連結有加Active 那如果我今天把這邊加上 第二個 加Pofile加第二個Active 做不做得到 欸 欸其實也沒有 所以Active的話 它有時候有可能只是怎麼樣 單純的一個樣式而已 它可能不會顯示 對應的效果 所以在這裡的話 不然有在去 有嗎 賀福 我看一下喔 喔我懂了 你說這裡是不是 好 來看一下 儲存 GG 還是沒有 沒關係啊 這就是人聲嘛 好 所以這個文件裡面 就一定會有地方會跟你講一下 該怎樣改第二個地方去 呵呵呵 好 不管了 先把它還回回來 所以這東西喔 通過來講 那你就問問老師說 老師 那個 你這個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發到他的規則去寫 那我跟各位同學講 啊人家不如測試的JavaScreen 就是這樣設定啊 你就是要依照他的規則去設定 效果才有出來啊 OK 那 在這種情況下 通通老師來講 有些時候我就直接寫JavaScreen 我可能就不用看這個東西了 欸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是 如果你不會寫JavaScreen呢 你可能就需要好好的看文件 看一下說欸 該怎麼做 或者是他其實 如果你已經很懂JavaScreen 想要用他的套件 他也有教你原色的寫法 該怎麼寫 欸 不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那這樣的方式也可以的 好 那我們再回頭頭來看一下 就是在第三周 就頁簽 那這頁簽就是做這個區塊 所以在最終作業上呢 呃 老師就是可以讓 就讓你就是 你可以把全部內容都放在同一頁上 你就只有一頁 這樣子可以 可是你想要做4頁 這樣子也可以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做面試網站啊 欸 我會建你做成4頁 如果你是打算做成面試作品啊 我建你做4頁 因為這樣看起來頁簽比較多 他不會覺得好像做同一頁 感覺東西比較少 有換頁的感覺 面試官會覺得 欸你頁簽做好好像很多的感覺 啊這也可以啦 就是你看你爽啊 啊我 我先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就是這次的步步Triple5啊 就是有很多同學希望可以call review嘛 好那個我今天就跟同學講一下 步步Triple5的第三關開始啊 我開始幫大家call review 所以你們開始做這個作業吧 那你做的話我會開始去看你們的程式嘛 看你們寫怎麼樣 所以在這裡呢 大家就開始 乖乖寫作業吧 好 所以第三堂呢 就是講到TAB的效果了 所以基本上比較常見的效果呢 我都講的差不多就是這裡的 設計稿互動效果 就是TAB折疊跟互動視窗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我們最後再花半個小時 講一下後面三個東西 我們現在時間是8點56分 那我們9點鐘再開始 好 那我看一下自己有沒有機會在 5分鐘時間 把第二個TAB顯示出來 做法找出來 來來來來 親和性 來來來 親和性 要是可以說性 對我覺得ATIF好像只是樣式的變更而已 哦 TAP的Panel嗎 哦我懂你意思了 我懂你意思了 我覺得那個亞瑄說的好像比較正確 是這裡嗎 試試試 但HOME卻出現 哦 哦 懂 哦 哦 這樣子啊 這樣子 哦我現在顯示第三個 OK 好 原來是要改下面 他也沒講 他會在改上面改得很爽 不是這樣子的 然後第三個 這邊可能也是要改位子 改成到這裡 哦 這上下都要 這樣他才會變色嘛 因為這東西關鍵都要變色 好 好 所以是要改下面 好還好我這次花了三分鐘debug 找出問題點在哪裡 好先去洗手間一下吧 我喝一口水 好 2 3 4 4 5 6 7 8 10 11 11